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現在可不可以請主委 請蔡主委 立委員好 主委你好 我看了一下行政院所提的新的核能安全委員會的組織法 以及田秀卿委員 也提了核能管制委員會的組織法草案 都把新的組織定位為行政院下的所謂中央獨立 第三級的獨立機關 田委員把主任委員的職務比照檢任13指等 看得是有點像 我們提的是14 你們提的是14 首先就是在行政院裡面 是不是他的三級獨立機關 或者是同等級的機關的 這些官員的最高指等是14指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不太清楚 有沒有這個 我們也沒有其他的單位可以可以來說明啊 可以提照啊 也沒有啊 前期部啊 那個次長來說明一下 謝謝李委員 那有關三級機關的部分 目前原則上都是13指等 但是有一些例外的 例外比如說我們現在核安會的部分 他原來是二級單位 現在要變成三級單位 但是他因為是唯一的專任的首長跟副首長 而且是獨立機關 我們考量他的情況很特殊 也沒有其他機關可以比照 所以我們同意行政院的意見 這個部分主任委員就比照檢任144指等 副主任委員就比照檢任13指等 所以這個是全須部同意的 是 但是會不會出現未來 會不會讓整個政府的運作的機械式出現問題 我剛剛已經報告過 這個是非常特殊的 也沒有其他的機關可以比照演員 好那再想要 想請問一下 14指等跟特任官之間有什麼差別 那當然不太一樣 怎麼說法 雖然是政務官 但是他曾起在特任官的話 那他在檢任 比較檢任時是能夠上 那你看起來還是一樣吧 到底什麼地方不一樣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一個是部長嘛 一個是政次 是政次階層 所以薪水不一樣 對對薪水也不一樣 薪水也不一樣 那他的權威性呢 那當然不太一樣 也不太一樣 好 那再請問一下權勢部 我們的地方自治單位 像台北市、新北市啊 這些所謂院下市級的 他們的職務的這個 這個等值等啊 是怎麼樣的值等 那這個不太一樣 因為它有地方自治法 那地方行政所長跟我們中央的部會 他們的局長是幾支等 局長是 之下是比照13支等 13支等 所以他的副市長 是14 14支等 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啊 因為未來這個河安委員會啊 他要負責這個地方上面的很多河安的演習運作啊 他在領導統領域上協調能力上會不會出現狀況 我們現在已經發生過部會的司長級啊 司長是多少支等 12 是常任的 常任對不對 12支等 結果他到了地方上去協調的時候 那些13支等的人不甩他 已經出現這個問題了 那麼我現在顯得要了解就是說 要讓這個河安委員會 將來能夠真正的運作的話 他在支等上面 在領導統領域上面 在協調能力上面 會不會出現運作困難的問題 而必須要靠副主委甚至主委 親自出動啊 才可以進行協調 有關這樣的領導統一的部分啊 我在想 可能有很多的層面 包括是不是專業性等等 那自己說支等的部分 他只是其中的考量之一而已啦 你不曉得我們的地方政府多官僚啊 我跟你講他們是比官大的 他們動不動就比官大 我在想 如果純粹就這個河安會的部分 所以我很擔心啊 到時候我們的河安會啊 只能去協調屏東啊 沒辦法協調新北 這個我不曉得怎麼辦啊 這點還是 這個是 當然是 就跟官制官規可能不太一樣了 好 謝謝 謝謝全序部啊 到時候我們再來處理這個問題啊 謝謝 我們再請問一下 這個設計裡面啊 這個蔡主委 這個 有三到五位的 總共是五到七位啊 所以將來有三到五位是 是兼任的委員 是 這個兼任委員的設想構想是怎麼構想法 其實 他這邊講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官號派監支 第一個 他是兼任的 第二個 他的目的 這個委員的目的是要去協調呢 還是要做個仲裁官呢 還是扮演什麼角色 原因在哪裡 因為你現在是核能安全 我了解 我了解 這樣子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牽涉到 就好像NCC 他所有的委員 或者是公平會所有的委員 據我了解 都是專任 對 那所以他是核一制 對 那這裡面就牽涉到將來的核安委員會 他的運作 到底是主任委員制 還是委員的核一制 所以您看他是主任委員制 還是核一制 對 現在是核一制 還是主任委員制 我想以現在的這個規劃來講 基本上這些委員 其實是在協助 對 我認為他是主任委員制 有點 這個就問題 這個核能安全的問題 你認為是應該是一個 一個核一制的機關 來處理這個問題呢 還是有主任委員就可以 說了就算數 而這個主任委員是14支的 我想這樣子講好了 這個 即使是主任委員制 就好像現在的做法 就是主任委員制 即使是主任委員制 那你現在是部長啊 特任官啊 我了解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也不是只靠一個人說了算了 好 沒關係 這個也可以討論 但是下面一個 我剛剛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委員的派任啊 他是有關機關人員 經濟部是不是有關機關 我相信將來會把這個排除掉 對 會排除掉 是 那文化部的可以來 經濟部的不能來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對不對 是沒錯 所以本席對這個 是不是政府機關 到底這個角色怎麼扮演呢 我本席認為這個核能外安全委員會 了解 可能還是要再釐清一下 到底 因為有一些利害關係的機關 我認為假如要維持他的獨立性 最好還是從這個專業的角度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那假如是兼任 那我想基本上為了協助這個主任委員 我想還是以專業的調良為主 但是您認為有學者 那我們就假設是學者專家好了 是 學者專家兼派職嘛 對不對 派兼任 他會為兩千塊錢的出席費 來為國家的幾百幾千億 甚至整個人 人生性命來關心嗎 兩千塊錢的出席費 我不能說不會 我不能說不會 因為我現在就有啊 負責任的會 是 每一位都會 只要有空的話是可以參加的 兩千塊的出馬 出席費 車馬費 是 因為這個兼任 有沒有兼任的任職 有沒有兼職 我們現在很多 安全的議題需要審查 做最後決定 對 有專家 專家 這些學者專家 有沒有兼任的薪資 現在的規劃是吧 是 有沒有規劃薪資 這個 最多八千塊吧 人事事分 三千塊一月 最多三千塊 是 那有沒有加車馬費 假如 看會有沒有車馬費 除了三千塊之外 您認為 兼任的委員 你真的認為 這樣的學者專家 會很盡心盡責嗎 我真的很擔心 其實已經發生過問題 我舉個例子 中華電信 不是中華電信 對不起 我們的交通部 以前電信局 在釋放這個電信執照的時候 幾百億的這個資金 要釋放出 就是那個 那個權力金 結果派人來參加的是 兩千塊的車馬費 這個對等的關係 讓這些人 他願意那麼盡心盡力的負責嗎 那是道德良性 但是我跟您報告 台灣現在很多人 沒有道德良性 我想跟各位報告 我們以現在的運作來看 園人會其實就有 很多專家學者 在協助我們做成績 我當然知道 其實他們也願意投入 大家基於一份 為社會貢獻 我這個是沒有疑慮 我只是說他會不會 這麼樣的盡心盡力的 來打官 我想在這麼數量 有限的範圍之內 我們去找到 適合的人選 我想是可能的 我建議是 最好是沒有關係 榮譽值都可以 但是離職的時候 請行政院長 頒給他一個 什麼樣的獎章 可能那樣子的話 他還會更高興一點 最後一點 我還想兩個問題 第一個日本 日本現在 日本的自民黨 他宣布要恢復核電政策 那圓能會在這方面 有沒有替 作為政府的幕僚機關 有沒有做一個研究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我想圓能會一直都有在注意 各個國家的發展 那這個發展裡面 其中有一部分是有關能源政策的 有部分是有關能源管制的 我們基本上還是比較著重 在能源管制的 有關的政策 那剛剛委員所講的 當然是 整個政府的能源政策 可是他多多少少會影響到他的管制 那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一直在 我希望為什麼要請 原能會這邊幫忙的原因 是因為 我相信他們這些政府在做 雖然也有很多很多的情緒 但是在做這些決策之前 他必須是有客觀的 理性的分析的基礎 那這些理性的分析基礎 也可以跟我們參考 因為兩個地方的 這個狀況 其實是蠻類似的 好嗎 謝謝 謝謝